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舞台上要演的巨星 王丽宏称自己叫做 Music Man 因为永远充满音乐能量的他 从刚开始的优质偶像 如今成为偶像与实力艰巨的全方位艺人 而这份成功来自于这位大男孩 对音乐的坚持与热爱 丽宏是一个对音乐有着很多想法的工作人 我说几下常认为他是音乐界的科学家 一旦他发明一种新的音乐方程式 他就会一直不停地研究 不停地改良 李宏的音乐风格有着自己的风格 味道 1999年王丽宏以公转自转专辑 同时获得金曲奖最佳男歌手 以及制作人两项大奖 也为他的音乐创作之路做了最好的肯定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 爱知道多久都可以 你引擎不停没关系 够不够交换你多六点时间 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 不到16年的王丽宏创作出多首快适人口的 经典情歌 王丽宏曾说过要让整个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因此王丽宏不断追求创新 还加中国曲风结合流行嘻哈的元素 创造了丽宏特有的华人嘻哈型曲风 走过无数城市开过无数场演唱会的王丽宏 在歌迷面前总是呈现最完美的演出 而对音乐的要求完美 是王丽宏一贯的坚持 有时在台上他的耳机的音响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可以心平气和地慢慢调整 即使花上两三个小时 还是很有耐心地坚持把问题解决 真的非常难得 面对每个作品的反复琢磨 王丽宏曾说自己上瘾了 而且病得不轻 这个舞台上耀眼四射的民生妹 不断突破追求不一样的自己 用音乐跟大家产生共鸣 各位哥们你好 我是郑明娟 欢迎您收看亮点人物 哇 今天亮点人物邀请到的是国际级的巨星 我们欢迎是王丽宏 你好 明娟主播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哇 你所到之处真的是 大家都为之疯狂 但是很多人跟您相处 这16年来真的很不容易 战战兢兢 一步一脚印 成为国际巨星 但是你对人确实这么样的千充有礼 是怎么有这么高的EQ啊 我觉得这不是EQ 我觉得是基本做事的 其实我出道很多年了 16年 16年了 我还记得这个棚 我刚刚来这个棚 这个棚就是台式的一棚对不对 对对对 龙胸古地 我一走进这个化妆间 我就记得哇 以前在这边 还有还有瑞我们节目的内容 音乐教室啊 玫瑰之夜 对 也是在这里 很多很多的节目 很多的回忆都在这个棚里面 有很多人的 应该说是teamwork 刚刚也说的一步一脚印 这个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这个是很多人 不管是一起做电影 或者是一起做音乐 一起做演唱会 或者是做电视节目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精神 很团结的精神 那最辛苦的你认为呢 我觉得拍照比较辛苦 我觉得拍很多照片 比较辛苦 拍照 所以你 无数无数的照片 就是你今天有一个海报要拍啊 今天有一个演唱会要做的什么什么 今天要拍一个广告 或者是有专辑封面啊 很好看 很多时间在拍照片 拿个原来茶杯 对不对 对 这样又不能跟海报重复 所以又要拍另外一款 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照片 对 你营造就是 一套一套衣服 这个辛苦吗 这个对我来讲 模特儿 模特儿很辛苦 跟歌迷这样子几万人之内 互动很嗨的 反而不以为苦 不辛苦啊 我也可以为我的音乐 好几天不睡觉 可是你要站在相机面前 摆姿势 会觉得很累 所以你走遍了这种 千江万里的这种巡回 这种旅途 其实对你的创作 你应该给你很多不同 注入很多新的元素吧 对 对 对 就是要萃取很多 我生活中的灵感 然后因为我生活就是 我觉得很精彩 我很幸运 我有这么多的机会 去这么多的地方 跟这么多跨界的人合作 所以都会让我的音乐 不断地有新的火花 那其实金曲奖 也算是我们华人乐坛的一个 很重要的 哇 大家很期待 很重要 你已经连 应该说这个 这十几年来 你有八次入围 而且还有得过两次 真是十字名归 嗯 所以我就每次说 年年入围 是我的目标 因为 你不知道今年评审会是谁 因为他们也会 会换 对 对 对 所以有八次 八年入围 入围了八年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啊 我希望 一样 我觉得每次入围 大家就说入围 就是肯定 感言是怎么 真的入围已经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那我们刚刚透过镜头看到你 对于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 融入跟西洋的这个乐曲 其实我觉得每一次你出片也好 或者是你的作品出来 你会觉得其实你是自己 王力宏在挑战王力宏 我不但是在挑战我自己 因为我喜欢更 就是比过去的东西更精彩当然 可是还要去观察跟感觉 去体会现在社会的一些变化 因为毕竟做的是流行音乐 那流行音乐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跟流行文化扣得很紧 一旦有任何的变化 我觉得在歌里头可以马上反应 可以反应得比政治圈要快 可以反应得比媒体还要快 因为我们做流行 我们唱一首歌 没有任何的包袱 而且是很个人的主张 我记得当时写《龙的传染》的时候 那个 我不是说 改编 对 改编 然后写《龙的传染》里面的一些 跨越时空 对 做那个改编的时候 是我觉得 它没有政治的因素 也不是说什么 什么论 什么国论 一还是二还是三 没有 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 我也是黑眼睛黑了 蠻蠻蠻蠻的 我觉得《龙的传染》 现在在我们的世界里头是一个 我去非洲也有龙的传染 我去意大利 你去任何的国家 英国 法国 都可以看到中国人了 所以 我为什么说现在我们做流行音乐 而未来就是呢 就已经是一个 跟国际接轨的 就会看到越来越多 国语歌跟英文 mixed在一起 或者是 一个西方歌手跟一个华人歌手 合唱 或者一起演戏 现在很多的 比如说中日韩电影 你就看到韩国演员 跟日本演员 跟中国演员 然后大家都配音 然后配成一部电影 我接下来演的这部电影 跟范冰冰 还有杨贵妃 就是这部电影 杨贵妃 也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种变化 也是挺有趣的 以前都没有这样子的合作 比较少 跨国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 越来越国际化的一个 流行文化 但我觉得更不容易的 我们也想今天透过亮点人物 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那你拥有这种东西方文化 撞击产生的这种背景 跟这种传统艺术 甚至西方的流行的一个嘻哈 所以我们留在下阶段 也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你创作的全员吧 戴士英雄 有一句我写的歌词就是 今晚我的目的明确 戴轻达到全世界 呃 其实这句话我会写出来 就是希望可以把 华人音乐带到全世界 我感写了 继续 接触